大家好,很多朋友发面蒸包子,不是发面发不起,就是出现塌陷,特别是新事都做不好,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个,不用提前发面蒸包子的使用做法,方便简单又省事,蒸包子,馒头,发面的面食都适合,因为不用发面,所以咱们先来调馅,我今天做的是韭菜肉馅的包子, 把清洗干净的韭菜先切成小碎丁,切好的韭菜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盆子里面,往韭菜里面倒入一些食用油,然后给它搅拌一下,这样用油来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,防止出汤,韭菜发黄变黑,然后放在一旁备用,五花肉馅中放适量的葱姜末,适量的食盐, 鸡精两勺,胡椒粉去腥增香,蚝油提味增鲜,适量的生抽,料酒去腥,然后我们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,顺时针把肉馅搅拌上劲,吸收味道, 最后加入适量的芝麻香油来增香,锁住肉馅中的水分和香味,充分的搅拌均匀,搅拌均匀以后的肉馅像这样粘稠,能挂在筷子上就可以了。 包子馅料咱们准备好以后,下面来和面,以500克面粉为例,加入盐和酵母粉各5克, 鸡精两克,白糖5克,白醋5克,接着用260毫升清水和面,给它搅拌成面絮。 和面时有一个重点,想要蒸出来的包子白,不发黄,一定要放些白醋,可以最大程度的让咱们蒸出来的包子雪白雪白的,不发黄。 搅拌好的面絮,咱们直接倒到案板上,开始揉面。 这一步也很关键,如果你想蒸出来的包子外皮光滑细腻,无褶皱的话,揉面的时间不要低于5分钟。 这样做的目的,主要是为了把面给它揉透,揉匀,揉光。 只有你把面给它揉光了,蒸出来的包子皮才光。 反复的揉面,我这里大约是3斤的面,我揉了8分钟左右。 大家看,揉好的面像这样就可以,表面光滑细腻,无褶皱。 然后我们把面团给它分成两块。 再这样,用手给它来回的转一转,转成一个粗细均匀的长条。 最后再把长条给它搓的光滑一些。 分成相等的面剂子。 一个剂子大概是一两左右。 切好的面剂子上撒些干面粉防粘。 然后放在一旁,开始擀包子皮。 在调制包子馅前,最好是先擀皮。 我一个人擀,一个人包,就是这样。 因为包包子,要比擀皮快。 最好是在面发酵之前,把包子都包起来。 如果面发起来了,咱们包出来的包子就容易发糟,出现漏馅的情况。 擀几张包子皮后,咱们把肉馅还有韭菜给它混合起来。 切记不要太早活馅,因为肉馅是咸的,过早的话,韭菜就会很容易出水。 包包子的手法呢,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习惯的手法包。 只要不露馅,都是好包子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都看到这儿了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对您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, 就麻烦大家,动动您发财,有福气的手,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这一个小小的举动,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先谢谢大家了。 包完的馅料,大家看一看,一点都没有出水,韭菜也没有发黄。 包子全部下锅以后,咱们给包子饧发半个小时,让它稍微的发酵一会儿。 等包子摸起来轻飘飘的,包子皮发得很饱满的时候,咱们就可以开始蒸包子了。 我是冷水上锅蒸包子,全程用中大火蒸20分钟。 时间到以后,记得焖两分钟,再把包子取出来。 这样可以避免蒸出来的包子,出现塌陷回缩的情况。 按照咱们今天这个做法,蒸出来的包子,包子不仅松软好吃,而且可以轻松的形成油面包子的效果。 这个做法的包子,它不仅不用提前发面,而且皮包馅大,非常的美味好吃。 韭菜馅脆绿不发黄,包子皮也是松软蓬松,吃到嘴里特别的软和,特别适合新手操作。 非常的方便,食用,现做现吃。 如果你也喜欢吃发面的面食,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,保证你一次就成功,不再失败的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谢谢大家。 感谢大家。